在外面工作一天回到家里之后,有很多的人喜欢大吃大喝,但是那些喜欢在晚上大吃大喝的人应该不知道,这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。 晚上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的,晚上不能吃的东西有以下几种,一,晚上不是一吃姜。 大家应该听过这样一句话,晚上吃姜就等于是在吃披生,虽然这种说法比较夸张,但也是有道理的,晚上的时候最好不要去吃姜,尤其是生姜,姜会使体内的血液流通的更加快,而且还会聚刺激胃的分泌,从而让肠胃处于兴奋的状态,也会促进消化。 晚上不能吃姜,大家可以选择在早上吃姜,而早上吃姜对身体是有一定的好处的。 而晚上不能吃油腻的食物,尤其有三高的人更加不能吃,要是在晚上吃了很油腻的食物,从而就会刺激大家的肝脏,最后就会使大家的身体感到有一些不舒服。 油腻的食物不仅包括油炸食物,也还包括胆固醇比较高的动物内脏,当晚上吃了这些食物之后,只会对加重肠胃的工作负担,而且还会刺激神经中输,最后就会影响大家的睡眠质量。 三,晚上是不能吃胀气的食物,因为把那些食物吃进肚子里面之后,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,从而就会导致胀气。 胀气的食物包括白菜、香蕉等等,要是腹部过度的胀,就会使肠胃有一些不舒服,也会对睡眠质量造成因为,因此在晚上应该要避免吃这些食物。 四,晚上不能吃高钙食物,在晚上是不适合吃一些钙质过高的食物,比如虾皮等等,由于在晚上,身体里的器官都会进去休息的状态,而且那些高钙食品分解之后,就很容易在体内堆积起来,从而就会引起结实。 五,晚上不适合吃甜食,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在吃完晚餐之后就去吃一些甜食,那样就会觉得,一顿饭才是完整的。 其实不知道的是,吃甜食是很容易对肠胃造成负担的。 另外,需要注意的是,肝火旺盛的人晚上不适合喝牛奶,要是在晚上喝牛奶的话,就会使肝火变得更加旺盛。 就不利于在夜晚排毒,而且还会出现口干舌燥的情况,那样半夜就要起床喝水,从而就会影响睡眠质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